林妹妹 娘娘赐给我的东西 给你送去 你怎么不要呢 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 比不得宝姑娘 什么金 又是什么玉的 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王上看到这么一个问题 在甲府中 林黛玉要么被叫做林姑娘 要么被叫做林丫头 都拟不了她的姓 而薛宝钗 则总是被叫做宝姑娘 或者宝丫头 却并非跟林姑娘相对的薛姑娘 为什么会有这种称呼差别呢 我觉得词问很有意思 细座一文 分享给众红友切磋探讨 首先要夸赞一下 提词问者的慧眼 这林姑娘和宝姑娘的口头称谓 看似随意 细修起来 却有曹公的一番深意 一般情况下 对一个人的口头称呼 一是要考虑 荣誉区分开人与否 二是要考虑顺口顺耳与否 而曹公毕竟是曹公 其谋偏布局 浅词造句 总比我们凡人 多一层耐人寻贵的身影 下面请听我一一分析 一 容易去奔与否 林黛玉之所以经常被称为 林姑娘 林丫头 首先是因为她的林子 在主子里头 是独一份的 除了仆人林之孝一家 贾府再无林性之人 黛玉的父亲林露海 也是被贾家人 称作为一个林姑爷 黛玉作为林露海的独女 被称作林姑娘 也是自然的隐死了 而薛宝钗这边呢 需要说明的是 薛宝钗并非 从未被用薛字称呼过 只不过用的极少罢了 比如第二十二回 和第三十七回 王熙凤和李丸 分别称呼过她一次薛大妹妹 而在第四十回 贾母则直接称她为薛姑娘 那么为何众人多数时间 都称呼其为宝姑娘宝丫头 而非冠以薛姓呢 这是因为薛宝钗这位薛姑娘薛丫头 并非觉悟仅有啊 我们别忘了 《红楼梦》里还有一位出场虽晚 戏粉却很大的薛大姑娘的妹妹薛宝钗 之所以口头 极少以薛姓称呼宝钗 可能也是提前给这位来头不小的薛小妹 留了个位置吧 因宝钗的称呼 站住了这个宝字 宝钗过来后 就被称呼为更易吃饭的秦姑娘 二 顺口顺耳与否 第二点 口头称谓也要考虑的是 顺口顺耳与否 林黛玉这个袋子和薛宝钗这个钗子 多少有些生气 称呼人略显怪异 不信你感受一下大姑娘和钗丫头 而黛玉的这个玉子虽不生气古怪 但就像凤姐说的 都好像得了玉的意识的 你也玉我也玉的 黛玉 宝玉 妙玉 红玉 这么多的玉 叫玉姑娘显然分路情人 作为口头称谷 算是失败的 三 曹公自有生意在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曹公埋藏的生意了 灵和宝字 一点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随意无所谓 不仅自带人物属性 也埋藏了红楼梦最深刻的冲突 宝丫头的宝字 第二十二回 宝玉参禅 已借了待遇之口说了 是智贵者宝 加上第五回 金簪雪里埋的叛词 我们可知 宝钗这个宝字 是等同于金字的存在 而灵姑娘的灵字呢 灵者双鱼 代表的是她前世奶降出仙草 第二十八回 戴玉也说了 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 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 也就是说 宝丫头的宝字 暗示着宝钗的属性 暗藏的是金玉良缘 灵姑娘的灵字 则代表着戴玉的属性 暗示着墓石前盟 而书中每一处 灵姑娘和宝丫头 都在提示你 金玉良缘和墓石前盟的矛盾 分析至此 是不是要对曹公拜佛 这两个简单的口头称呼用字 其实 已暗藏乾坤 都道是金玉良音 俺只念墓石前盟 就连着日常口头称呼 也暗藏着戴玉的委屈 还和宝玉顺目目一句 河山道士的话如何信的 什么金玉姻缘 我拼说是墓石姻缘 足够挚地有声 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明著笑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